開車 好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早上的車也是Toyota 可是早上的車,我們是在社團開 那这一台的Camry 我们就在我们家自己来开个直播 跟车友来分享 其实这一台车 严格想起来 我们已经开过好多好多次直播 那会销售的很好 最主要还是有一个原因 因为公司啊 KT的工厂里面 刚好经理自己也有开一台Camry的六代 那一台的话是 经理自己开车的速度 都还是比较快一点 所以那一台车的动力稍微比较大 那一台是3.5的 那这一台是2.4升 这个是6代 那6代、6.5代 还有7代还有5代的底盘 前后都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那麦花城的避震器长成这个样子 像后半的话很大一支 好那我们再回到 像这样子的改装避震器 像这个车适不适合改短弹簧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改短弹簧的车子 我通常都是拿这个车来举例 因为这个车的行程很长 即便我们改了短弹簧 浪费掉三公分的行程 那也没关系 但早上的那一台Raw 4的话不行 那一台Raw 4的话是5代 它的后面的桶身的行程就比较短 因为它的不是因为设计不良 是因为它的避震器摆地的位置 比较靠近支点 所以它的阻名比较强 然后行程作动比较短 那行程比较短 加上它的馒头设计的比较长 所以如果那一台车 Raw 4的5代不是这台 Raw 4 5代改短弹簧的话 后方的桶身乘坐起来的 行驶起来的感觉 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对桶身的寿命 可能也会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 但这台车就没有差了 所以如果要帅的话 这台车其实也可以改短弹簧 那今天车主选择的是 KT的道路版避震器 KT的避震器像这样子 都是总成件 前面有附上座 后面也有附上座 如果这台车 前面要沿用原厂上座的话 第一个像这个 这个车避震器已经都有换过了 像这个如果要沿用原厂上座 这个上座的下方 有一个轴承 那它组合的顺序 来我们来镜头来拉镜 像这个避震器 它这里有一个 轴心这里有一个切口 这个上座要沿用的时候 它有方向性的 如果方向没有装对 顺序没有装对 甚至是之前也有遇到过 沿用原厂上座 结果这个轴承没有装的 很多很多很特别的状况 其实我们都有遇过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都还是尽量做总成件 因为假设这个车的避震器 已经差不多快坏掉 那我们把这个上座 拿来装到KT的避震器上面 就有可能会比较会有问题 那如果有声音的话 到底是原厂的避震器的问题 还是KT避震器的问题 就很难厘清 但这个车前面跟后面 KT都有附上避震器的上座 而且技师也不用烦恼说 会不会有装上的失误 因为前面的这个部分 全部都已经装好了 然后后面好了 后面比较特别一点点 这台车在选择改装避震器的时候 就一个最大的重点 上座之外 我们来看这个上座 是不是有一个斜度 这个上座有一个斜度 而且它的轴型 一样有做切角 一样在沿用的时候 一样有要组装的方向 那这个上座有一个重点 它的上座是有斜度的 另外这一条弹簧的选择 有的车系可能 我们来举个经理 很熟悉的Golf好了 Golf之前经理开过的 Golf 7代的GTI 那一台车的后面弹簧 我们KT虽然是做灯笼状 可是那一台车 要用直卷弹簧 也还可以 也还不是会太难做 但这一台车的后方的弹簧 KT也有办法配直卷 可是如果这台车的后方弹簧 配上直卷弹簧 跟TNGA的COROLA CLOS一样 它的后方如果配上直卷弹簧 那车友可以去做看看 一定就不太有办法兼顾到舒适的部分 但这台车不行 这台车怎么说都是中大型房车 它的舒适度的话非常的重要 所以KT在这台车上花了很多的心思 在后弹簧的部分 它的组合的形式就跟原厂一样 它有一个切角 那切角的话刚好都跟要和这个原厂形式的上座 这个上座有斜度我们也可以也有做另外的规格 给赛事专用的 是做一个橡皮式的上座 那一个橡皮式的上座 它一样有做出斜度 可是它的舒适度就没有那么好 那易烟率的话也没有像这样原厂形的那么好 所以KT这个上座不止负新品 而且弹簧也是做跟原厂形式一样的 有问题吗 他说什么3.5车头比2.4、2.0重 哎哟 连堂皇都是7 就是舒适性上后者会比较差吗 这个也是内行的车油 因为连讲到六代就知道有2.0、2.4、3.5 的确这台车有2.0、2.4跟3.5 那四缸的2.0、2.4它的车头 跟3.5的话大概差了不到100公斤 可是因为它的KT的做动的行程 有做的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配置7公斤的话都还是可以的 配置7公斤的话 前面的堂皇经理还没有讲到 前面的堂皇也是配一个灯笼状 是做7公斤 所以它的行程会比直卷堂皇还要来多出35% 那最早最早大概在2016年或者2016年前后 那时候的话前方我们也有配置过2.0厂6公斤的规格 但2.0厂6公斤的规格可以给2.0、2.4 但是不能给3.5的 因为3.5的配上2.6公斤的话是会太软的 它会吃掉太多的行程 这个车主也非常内行 好那这个是后方的部分 那这些有一些离载串的固定点 还有油管固定架 这些的所有的位置 都是给专车专用的规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前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方好了 如果一样有Camry的车友 有问题的话 当然欢迎立刻在线上询问 我们就能够把车主的问题 直接用镜头来做解说 会更清楚一点点 像刚刚车友询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条弹簧 我们是配置2.0厂7公斤 它的弹簧之间的线距拉得比较开 所以它即便是2.0厂 可是它的作动的行程会比直卷弹簧 还要来多出35% 而且会比较舒适 相信这台车的车主都会希望改装之后 还是要维护到原来应该要有的一个舒适度 所以我们前面的弹簧也配大卷弹簧 后方的弹簧不只是舒适 而且运营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前面的上座在这个地方 Camry的话 5代 6代 7代都是在这里 这个上座是做原厂型的 然后有三颗螺丝 鼠尼的话调整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就可以了 这个是2.4升的引擎 这个引擎脚好像都已经有换过 这颗引擎脚好换 这颗引擎脚不好换 这个的话它是坐在三脚架的前面上方 所以要换这一支引擎脚 这一支是一样的 要换这一支引擎脚 它的三脚竟然要稍微拆下来 这一支这颗引擎脚 我们工厂里面的适程所以有换过 那个不太好换 好那这个这个 前方的话 它是前后都是麦花绳的悬吊系统 所以降下来之后的Camper角度 都会会有所改变 但KT的话是在这个 上面这个固定的螺丝孔 我们有做了一个椭圆孔 这个椭圆孔的用意 就是在调整定位的时候调整Camper 好还有问题 刚刚的那个车主 他说他已经是道路版的 道路版 然后他说前弹簧能不能换机里说的6公斤 比较舒适 不行 这一台车的前面的弹簧是200长7公斤 它的作动行程是会比较长 比一般的直卷弹簧还要来得长 所以换220长6公斤是不太建议的 即便你是2.0或者是2.4升的已经 会配置这一条弹簧会比较适合 那我们公司里面的那一台3.5的 也是配置这样形式的弹簧 做起来都还蛮OK的 但那一台试乘车的 因为改的很低 要比较好看嘛 所以它的铝圈是配置235、35、19的规格 所以扁平比相当的薄 才35而已 所以路感回馈会比今天的这个是17吋 215、55、17 这样今天的是215、57 或者是225、45、58的规格 还要来得直接一点点 但操控也是一样 就因为扁平比比较薄 所以路感回馈就比较直接 操控也会比较好一点 各有利弊 但这台车 我们在调整阻尼的时候 有一点很重要 第一个步骤不是调整软硬度 第一个步骤我们先把驾驶座 驾驶座的门打开 在逼住的下方 原厂有一个建议的胎压值 那原厂的话胎压值大概是32、33psi左右 第一个步骤先把胎压设定好到32、33psi 我们第二个步骤再来调整软硬度 那如果是原厂避震器的话 胎压可能达到38、39、40之类的 也还可以 因为原厂它的路感回馈没有那么直接 所以胎压它的容许范围会比较高一点 但改装避震器的路感回馈 会比较直接一点 所以胎压的要求要先设定好 再来调整软硬度 OK吗 有问题的话欢迎再提出来 那前方的话车高调整跟后方都是一样的 跟早上的Raffle不同 它的前面跟后面都是麦花层 所以麦花层的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下座把这个角座的一个长度 把它拉长它的车高就变高 那缩短的话车高就会变低 所以这台车Tamperry 6代来说 它能调高调低的范围相当相当的宽 最高的话也还可以比原厂再高一点点 最低的话轮胎到叶子板切起都不成问题 所以它能调高调低的范围相当的宽 好那这一台的前面大概介绍到这里 后方的话我想要先来说明的是 你镜头拉到那边去好了 那我来介绍一下它后方的软硬度 属尼要怎么来做调整 这台车要拆装后面避震器还蛮麻烦的 我们屁股做的这个椅垫需要拆下来 然后这个椅背需要往前掀 往前掀之后才能够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你镜头的话帮我带到这个旋钮这边 好这一个旋钮就是KT所专门为这台车所设计的 如果没有这个零件 我们在调整后方软硬度的时候 需要把屁股做的椅垫 还有椅背全部塞下来才有办法调整 那有了这个延伸出来的调整机构之后 那就方便多了 就变成我们在调整的时候 可以从这边来做调整 但是有一个调整的秘诀啦 像这个椅背啊还没有装好 所以如果装好的时候 它的椅背跟上面的隔板 会把这个调整杆把它夹住 所以要调整的时候会建议车属 五代六代七代都一样 这个的后背啊往前搬一点点 再来旋转这个软硬度的话 它才不会卡卡的 手感会比较精准一点点 好那我们换来介绍下方了 下方的话要介绍的应该是 一样是这条弹簧 这条弹簧的上镜呢 刚好是合到原厂的上座的下方 那它的弹簧外径 它的弹簧外径呢 是做的比较大 它的弹簧外径做的比前面更大 所以后方的舒适度才有办法凸显出来 那这一台车五代六代如果里程数有比较 使用的有比较久一点点的话 要舒一下后方防晴杆的橡皮 后方防晴杆的橡皮经常会遇到已经有间隙感 那间隙感的话会有一个比较低沉的声音 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很像是避震性坏掉 但其实不是 那所以如果在拆装的时候 后方的里载串 后方的防晴杆的橡皮 可能都会建议技师或者是车主们 特别留意一下 那后方的调整跟前面一样 我们把桶升拉长 它的车高就变高 所以这一台车大概的介绍就是这样子 还有问题吗 好 那这一台车是CAMO6代的2.4升 如果一样是开这样的车系 我们工厂里面一样是6代 但是5代 6代 7代 整体乘坐起来的感觉 其实都还蛮接近的 如果车友们想要比较看看的话 可以到KT的台中工厂这边来做试程 那如果不是住在中部的KT的话 我们在北区也有经销商 那新北也有 还有在桃园也有 那中序的话飞鱼底盘寄演 甚至是南部的店家 还有台南高雄 其实都有试车 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试程 那如果有需要试程的时候 再请跟我们小编联络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